她是拳头比张伟丽好重的中国姑娘杨阳 曾一拳打出900多棒 震惊媒体 一条干净利落的短发经常被认为是男孩 和她交过手的老外无一例外 非一死即伤 更是被外界媒体称为张伟丽的接班人 然而今天我国来了一位 年仅17岁的欧洲女冠军 她自称自己是美少女战士 在媒体面前公然扬言 今天要打断中国选手的双手双腿 证明自己的实力 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赛前数据面板 杨阳23岁 对方才17岁 哇非常的小 我才17岁就出来打拳 而且赛前很嚣张啊 她表示说呢 今天要把杨阳打断四肢 打断双手打断双腿 证明自己的实力 好我们注意看 红方选手 黑色小背心 变成个姑娘杨阳 还有这一头干净利落的短话 好注意看 又是一下 连续的摆拳 我们看 这个17岁的美少女玛丽亚 苦苦之称啊 好 两位选手的这个打击密度 完全不是一个水平 杨阳要比对方高上太多了 这场比赛我感觉 这个玛丽亚 17岁的美少女啊 并不是来打拳的 像来这个 顾驾 来旅游的 我们看她穿的衣服 哦 你看这个肩带非常的细 啊 并不是打拳击赛 给穿的东西 而且才17岁啊 她的这个 哈哈 不愧是欧洲人啊 17岁啊 这个身材的确是 倍儿棒 现在看起来 玛丽亚还是比较粗的 这身反背拳 左右摆拳 控一下 低位打斧高位机头 又是一个后手 连续轮板 感觉上玛丽亚 再来一下了 对 两个人最轰 玛丽亚应该用腿把控制一下距离 不要和对手 对拼 还要压上去啊 这样的话 距离更近 更利于对手来进攻 观众朋友们 说着最狠的话 挨着最狠的揍 这个玛丽亚三言挺猖獗的 结果呢 现在是皮血被打出来了 但这都不重要 我先生怕对方的这个肩带啊 有点危险 太细了 我觉得羊羊的中拳 搞不好 有可能会打飞 因为羊羊的拳 最多打出过 八倍多棒 张伟丽还要中 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些担心的 漂亮 基辅 这个玛丽亚 只有招假之功啊 没有还手的余地 他不会轻易地压进去 但是一旦要压进去的话 他就非常果断 没错 玛丽亚是一个比较典型 态势的选手 对 腰比较硬 上身主要以格挡为主 这场比赛 观众朋友们 两枚选手的出拳密度啊 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羊羊打30拳啊 对方这个打成一拳两拳 很少能见到这么猛的拳手 而且我们看羊羊呢 完全不做防守 他只有进攻 曾经我们中国的武术大师 李小龙曾说过 最好的防守啊 就是进攻 那今天羊羊在本场比赛 全程贯彻这一点 谢谢李帅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 是允许 但不会被计分 来一拳 后手又来 又下到龙角 翠帅 南洋在找机会了 拉进去了 要准备 对 玛丽亚这边 回法 可以空一空 低枣 高枣 或者顺登 真的是没有必要 跟羊羊拼拳啊 对 好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我们看这个美少女战士 玛丽亚 还在苦苦支撑啊 这些上比赛 我是有些眼晕的 观众朋友们 对方啊 真的是晃得我眼晕啊 以后这个比赛要少看了 容易流鼻血 而且给我的感觉 羊羊有一点土护齿 对 这个是有一点危险 好走 五百拳 又一拳 你看羊羊依旧是保持低回合 非常高频率的进攻 这边拉着手啊 这边拉拳套啊 是一个 拉手是犯规的 没错 实际上这场比赛 对方啊 无论在身形上 还是在这个肌肉维度上 都是要优越于羊羊的 但是面对羊羊呢 这种横腿碾压 龟土鸡斑的进攻啊 他是挡不住的 而且羊羊也是这种 隔离不饶人的性格 我知道你顶不住 那我就不断的牵压 而且现在羊羊呢 依旧是不做防守 用不防守来换取 更好的进攻视野 不行不是那么的好 当然我们一定要挑一些问题的话 力量很好 但是渗透能力 没有那么好 是抡出去的 对 这边有个重心不稳 对 多打点前置 多踢一下低扫 是 控一下 自己有相对更好的 臂展和身高优势 从整个的身体形态上 马利亚已经欠了 对 连接打身体 还是继续压制 我们看 看这场比赛 会不会以TKO的方式 还好 还在进行换击 这个马利亚观众朋友们 小姑娘别看年轻很狂 但是抗击打能力 的确是世界一流水平了 据说她在来中国之前 在上飞机过安保之前 这个检测意识嗡嗡作响 检测到她 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 的确 的确是非常的抗揍 好 第二回合马上结束了 对方是头可端血可流 你看发型不能乱 这个石块还有心思 哎呦 还有心思整理发型 感觉上马利亚已经没有什么动作了 又是个后手 再来一下 再来 漂亮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中早再来上头 这样 好 杨阳和马利亚的比赛 来到第三个回合 我们看一下杨阳呢 能否在这一回合 KO对手 但当然这场比赛 如果不Q的话 也是胜全在握 因为前两个回合 都是杨阳的优势 然后我就直接拉开 你也打不到我 已经找到出来了 我们看马利亚开始 更多的做自己的合相移动了 这样是一个好的发现 继续压制性的左右轮摆往前进 其实这个轮摆拳的限度是比较长的 马利亚刚才用那种 护尔式的这种格挡 其实是正确的方式 有这个后手 再来一个 哇 漂亮 杨阳可以说是我 坚果观众朋友们 比张北力还有拳法猛的拳手 你看 已经两次 差点把对方打飞出了一台 这不是推出去 打飞出去 又一拳 在马利亚一旦被对手压制的时候 利用脚步赶紧转出去 没错 侧向的移动 滑步出去 如果是只是区别的防守 护在脸前面的话 是很被动 后手漂亮 直接祭祷 看来5秒了 看来选手是准备弃拳了 好观众朋友们结束了 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杨阳 把对手打到气赛投降 气赛投降了 让我们恭喜 杨阳的确太精彩了 好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